每每讲到位属三国争霸 都是刘备曹操相爱相杀 仿佛完全不存在孙权这个人似的 讲道理按当时的影响力 孙权怎么也是跟曹刘并驾齐驱的人物 怎么这么没戏份 难道是因为自古以来 被调侃成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两个儿子就应该像他一样 说起江东孙家 在东汉末年能活下来 完全是因为能打 孙权那种舍身抢玉器的卯祸不说 孙策更是战斗的一生 给一等强权元术当打手 顺带干点私活 从各大帝国主义牙缝里 一点点抠下来碎肉 好不容易拼出江东基业 然后就莫名其妙被刺杀 莫名其妙死了 小孙权就在一群 可能是杀掉哥哥的凶手 用力下即位 身边一个个心怀鬼胎 他能信谁 周瑜 哥哥好基友 不是自己的好基友 还带兵回了吓唬人 张昭 一天跟曹操 高高高大大 更可怕的猜想是 孙权和孙策的死有关系 是的话就好理解了 你们这些共谋犯 我整了也都整了 大家谁也不比谁高尚 如果他知情 而不敢告诉孙策 这心理负担 他背一辈子 万年心理变态 怕是和小时候缺乏关爱 以及负罪感有关 所以他赤壁之前 英明神武 不负负兄 把江东搞得有声有色 到赤壁之后觉得稳了 基本就想着怎么搞自己人了 以至于四大都督里 只信自己经手的吕蒙 周瑜 鲁肃 陆逊 通通不得好死 信不过别人 带十万大军御驾亲征 次次军在合肥 被魏国交作人 发现北方是干不过了 于是樊城之战 抄关于后路 回头立马向魏国称臣 整个一二五仔 晚年子嗣问题 更是飞来飞去 最后搞出二宫之变 自己把儿子杀了 宫女把老婆杀了 接着自己 被自己的神经病气死了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吴国创始人之一 优秀的政治家 军事家 开国皇帝孙权 忍辱负重 玩弄权术 外族强敌 内裕权臣 上台五十二年 屹立不倒 叫一声孙大帝 未尝不可 然而孙策死后 谨封长沙王 驾孙上乡 又骗回来 对待功臣梁伯 立太子 但独宠鲁王 连流背 却反水攻关羽 为帝不公 为兄不辞 为君不仁 为父不言 为友不义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除去一个孝子 人格全无亮眼 生子当如孙众谋 是恰如其分的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李视频 动力时栏目 李视频科